新能源车需求日益旺盛 汽车电池供应不足 离矿供应持续吃紧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这门话题解析 我是Caroline 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绿色交通和捷径能源 展示出巨大的产业前景 同时在资本的持续加码下 推动新能源成为全球风口 新能源汽车发展正势头火热 然而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动力电池本身属于消耗品 电池整体性能会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多而衰减 当电池实际容量衰减至本身容量的80%以下时 其续航能力会大大折扣 也就依基本不再适用于车辆 就在前不久 中国首批新能源汽车电池迎来了退役 相较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不稳定性 在碳中和的背景下 动力电池回收似乎具有更加确定性的红利 有人预测电池回收将会给离矿企业带来挑战 事实上近几个月在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冲击下 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纷纷下跌 而作为动力电池原材料之一的离价 却从4月份以来稳定在每吨7万美元的创纪录水平附近 高盛集团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 碳酸离为新汽油 高盛表示电动汽车产量每增加1% 就会让离需求比当前全球产量增加40%以上 8月3日澳洲离矿商皮尔巴拉公告称 于8月2日举办了第8次离金矿拍卖 最终成交价为6350美元每吨 此次拍卖成交价相较于2021年7月30日首次拍卖 一年的时间价格大涨超4倍 就在本周一全球最大的离生产商 美国亚保首席执行官Kent Masters 在谈到该行业面临的挑战时指出 目前市场供需面仍旧吃紧Masters表示 这一问题是系统性的 预计在未来7到8年的时间里 离矿供应将持续吃紧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 离矿开采项目从初步可行性 研究到实际生产 通常需要6至19年的时间 这是电池生产环节中所需时间最长的一环 到2030年 为了满足各国政府的脱炭和电动汽车计划 全球还需要60座离矿山 亚保总裁Eric Norris表示 供应激增的期望过高估计了离生产商的能力 如今汽车制造商的需求已变得更广泛 更深入 更确定 由于长期供应推迟和技术失误 离矿生产在过去一年的产量 比承诺的产量少了25% 离架一路高歌猛进 下游的电动车生产厂商无疑要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 而身处上游的离矿开采企业则是坐收红利 地润力之高前所未有 在2022年下半年 离矿依旧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并值得关注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